第867章 入瓮 下 宋朝是我国瓷器高度发展的鼎盛时期 只是文明的入官和定军 五大名谣的产品为是所真 不过这五大名谣均为官谣 慈州谣之所以没有被列入到以上几个名谣的行列 就是因为它没有出土过官谣瓷器 现在摆在众人面前的两件瓷器 如果真是慈州官谣的话 那将会改变整个中国陶瓷史 或许以后再称宋瓷的时候 就是六大名谣了 所以 黎大利叫出一百万人民币的底牌甲 并没有人感觉到突兀 如果瓷器是真的话 别说一百万 就是一千万都值得 只是在李大利的底价出口之后 现场忽然变得寂静了起来 原本一些正在交头接耳的人也住口不严了 到处扭头观望 想看看有没有人出价 各位 这两件瓷器的价格 绝对要超过一百万 如果不是风声太 啊 扯远了 徐老师是记上词州词的鉴定专家 他所出具的鉴定书 是不会有假的 李大利见到没人出价 在台上又吆喝了起来 眼睛的余光 却是看向那几个日本人 他心里也拿不准 这几个小日本 究竟是怎么想的 国内藏家都在观望 几个日本人 似乎也没有较价的意思 场内一时间 气氛变得有些诡异 谁都没能想到 在拍卖之前 被炒得沸沸扬扬的 刺着贯要词 居然面临着流拍的窘境 野和先生 这些中国人不看好这件瓷器 我寒假了吧 山目到底还是年轻 在冷场了五分钟之后 就有点沉不住气了 野和是个老狐狸 左右看了一眼之后 压低了声音 说道 不要 流拍更好 那样 你就可以用更加低的价格 将其买下来 有拍卖自然会有流拍的现象 古玩的专场拍卖 流拍一般处于两种情况 一种是 托儿抬出了太高的天价 这种流拍的古董 在会后 也是很难出手的 因为如果贸然降价的话 拍卖行 等于在扇自己的耳光 而另外一种现象 却是出于古董本身 就如现在的两件刺激 真假难辨 拍下来的风险很大 这种古玩流拍之后 组办方往往会降低价格 在会后将其出手 野和看到没人出价 答的就是这个主意 妈的 刚才一个个表现的一番填膺 现在居然没有人叫价了 庄瑞看着厂商这些人的表现 真的很无语 这两件瓷器 即使是赝品 那也是花了一千多万人民币 才烧纸成功的 其价值 远比刚才拍出去的那件假货 要高出无数倍的 一百万 我出一百万 庄瑞本不想出这个风头的 但是他再不说话 李大利站在台上 估计会更加尴尬 哼 庄老师出手了 说不定这瓷器 就是真的 是啊 听说庄老师出道 就没打过眼 那还等什么呀 一百一十万 活出一百一十万人民币 庄瑞刚一喊出价 厂内的议论声就响了起来 而且马上有了跟风的人 七分略加活跃 一百五十万 诸位 我那博物馆里 原明清三代的瓷器不少 但是送刺就没有几件了 大家抬抬手 让小弟排下来吧 庄瑞一次加了四十万 然后朝四方拱了拱手 有几个原本也想占便宜 喊个价的人 都把手放了下去 庄瑞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如果日本人不出手 那他就要将两件刺器 排回去 否则的话 这局坑的 就是自己人了 日后如果传出去的话 他庄某人 真的没法在古文圈里混了 两百万人民币 一个声音隐的众人 纷纷向发声处看去 喊价的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 在喊出价格后 有些歉意的看向庄瑞说道 庄老弟 你也知道 我是玩陶瓷的 这两件瓷器 虽然我看不准 但是 就凭送辞观要这一点 我也要将之拿到手 二百八十万 庄瑞苦笑着摇了摇头 那几个日本人 还是没有动静 这让他感觉到 自个儿是作茧自负了 难不成绕了这么大一圈 却是把自己给绕进去了 这世界还真是小呀 至于说话的这个人 庄瑞也是认识的 上次在济南民间健保节目中 他砸掉的 就是这个姓刘的老板 拿出来的唐三彩 而且巧合的是 上次刘老板的唐三彩 和眼前的两件瓷器 都是出自一人之手 庄瑞不知道 如果这两个物件 真被刘老板拍了去 哪天一个不小心 再给碎了 看到里面的许子 将会是一种什么信心呢 三百万 庄老弟 你家大业大的 不在乎这一两件东西吧 我看 你就让给我得了 咱们两个在这抢马桶 你说 这叫什么事呀 刘老板之所以会不断抬价 主要就是因为 上次唐三彩被摔之后 让他对庄瑞 是心服口服 连带着对庄瑞的鉴定水平 也是近乎迷信般的信服了 所以 刘老板一看到庄瑞喊价 马上就意识到 这两件瓷器 可能很有来头 这才一步步让的 和庄瑞争抢了起来 如果庄瑞知道 刘老板在打这个主意 那表情一定会很精彩 自己摔了别人一个唐三彩 现在算是遭报应了 五百万 不管这物件的真假 但是 这做工和品项 就值着价了 庄瑞不想和那位刘老板纠缠 直接开出了一个高价来 交过价后 庄瑞的眼神 在第一排的几个人身上扫了一眼 只是让他失望的是 那几个人 依然是温思不动 似乎不是为此而来的 虽然五百万人民币的价格 和宋朝五大名谣的瓷器相比 还是有些差距的 但是 对于这件争议很大的瓷器而言 已经是不低的了 话再说回来 庄瑞就是喊一亿的价格 那也是钱不出贷 反正东西是他的 李大利也不会找他要佣金的 果然 在庄瑞喊出这个价格之后 那位刘老板的神色 变得迟疑了起来 花这么多钱 买个看不准的东西 任谁心里都要打鼓了 庄老师出价五百万 还有没有朋友寒价的 这件工企 虽然不雅 但说不定 可是某位娘娘用过的呀 李大利嘴里说着笑话 心里确实有些发苦 他没想到 自己费尽心机请来的几个日本人 居然对这两件瓷器 没有兴趣 李大利接着问了三遍之后 台下均是无人应答 一来 众人拿不准这物件的真假 五百万的投机 有点得不偿失了 二来 庄瑞早先开了口 他们 也是要给几分面子的 见到台下众人都没有反应 李大利拿起应景的拍卖锤 说道 好 如果没有朋友出价 那么这件送辞周辞公器 就归庄老师了 慢着 就在李大利准备将锤子敲击下去的时候 坐在第一排的山目站起身来 大声的喊道 我对中国的文化很雅慕 这件瓷器我也很喜欢 我出一千万 什么 一千万 这小日本疯了吧 难道这瓷器真的是瓷周官窑 有可能 不然小日本为什么要出那么高的价格呢 山目的这番话 如同一世纪起千层了 让整个会场沸腾了起来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 让众人兴奋了起来 要知道 宋朝五大官窑的存世瓷器极少 大多都收藏在国家博物馆和外国博物馆内 民间几乎没有流传 所以价格极高 气形小一点的都要在千万以上 但那指的是传承有序的官窑慈器 像这么一个没有注入的物件 也能拍到千万的高价 是极为罕见的 所以在座众人虽然对山目的出价很不满 但是也没有人贸然拍价 毕竟谁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 刚才那几个信誓旦旦 要保护国宝的人 更是把头捶了下去 和这些人复杂的心理相比 庄瑞却是悄悄地出了一口长气 看来自己这个局没摆布 小日本到底是入瓮了 同样 站在台上的李大利也是如此心情 这小鬼子不是不想要这两件刺激 而是玩了个心理战 开始不出价 到最后 猛地将价格提高一倍 想将其一举拿下来 对于这个价格 李老板已经是非常满意了 只是他并不知道 庄瑞仅是烧制这两件瓷器 就已经花费了上千万了 一千两百万 这是属于中国人的东西 它就应该留在中国 就连李大利都认为 庄瑞不会在出价的时候 庄瑞的声音响彻了全场 这下不但李大利傻眼了 就连坐在后面的苗飞飞 也是张大了嘴巴 吃惊地啊了一声 他可是知道 这瓷器本来就是庄瑞的 庄老师啊 搞样的 庄老弟 纯爷们儿呀 庄老师说的对 中国的东西就该留在中国 一时间 那些马后炮们 开始对着庄瑞吹捧了起来 就差没唱 大刀像鬼子的头上砍去了 整个会场的气氛 变得热烈了起来 妈的 老子烧制就花了一千多万呢 怎么着也要赚点吧 要不然 不是白给小日本烧了 谁都不知道 庄瑞此刻脑子里 想的却是这个心思 十八掌 田甲 上 山木一上来 就将价格提高了一倍 只能说明他对这件刺激 志在必得 庄瑞有什么好怕的 直接喊出了一千两百万的价格来 而台下则是群情几番 好像中日两国在进行拳击赛 庄瑞KO的对方一般 一个个人的脸上 那叫一兴奋了 也不顾身份了 都扯着嗓子喊叫了起来 主位 敬一敬 请敬一敬 李大利已经后悔 今儿客串主持人的活了 他干的不专业呢 连着喊了几声 都没能控制住场面 一千五百万 活出一千五百万 李老板的吆喝声没用 而山木不大的声音 却将蛮长的鼓噪声 都压了下去 在他爆出这个新的价格之后 全场顿时变得鸦雀无声了 在2006年前后 中国古代官司的价格 的确是有一个非常大的提升 这是外国朝家们炒作起来的 最贵的一件人物原型化 被炒作到了近三亿人民币的天价 借着这个东风 别的瓷器也是价格大涨 如果这两件瓷器真为瓷州 官邀瓷器的话 那无论是瓷器本身 还是瓷器背后的文化含义 绝对不止一千五百万的价格的 但是最关键的一点 就是这个瓷器 并没有谁能给予准确的说法 至于那个纪省的陶瓷专家 出具的鉴定书 根本就不入众人的法眼 除了纪省 谁认识那位薛专家是谁呀 所以山木教出的这个价格 已经是非常高了 要知道 上个月北京一家拍卖行 拍出的一件 云青花鱼文大罐 才拍出了两千三百八十万的价格来 那个山木先生 您说的不是日元吧 我们的交易可是要用人民币的 一个声音打断了厂内的沉迹 却是一位藏家 好心的提醒了山木一句 对不起 我说的是贵国的货币 不是日元 山木很有礼貌的朝那个人举了一躬 搞得那人兴兴的坐了回去 现在厂内众人的眼光 都集中在了庄月的身上 虽然没人说话 但是他们都希望庄月能继续喊价 不让小鬼子将这件瓷器 带回到日本去 庄月现在却是看出了一丝端倪 这个日本人 应该是对这件瓷器很在乎 而且不时的在和旁边的人交头接耳 好像在商量着什么 2500万人民币 我不能眼看着国宝流失 庄月在沉默了一会儿之后 终于喊出了一个天价 惊得很多人不由自主地站起来 回神向庄月看去 就算是真的宋朝五大名谣的刺激 也只有精品才能排出这个价格来 庄月如果花这么多钱 买的这个物件是假的话 那他可就亏大法了 老弟 这 这价 金胖子也被庄瑞的大手笔震惊了 别说这只不过是一个黑石拍卖 就算是在国际正规大拍卖场中 2000多万人民币 也算是一笔不小的数字了 金老哥 反正我那博物馆现在缺少送辞 增加一个瓷周官腰瓷器的噱头 那是件好事情呀 庄瑞这话说的声音很大 就是坐在前排的山目 也听得清清楚楚 这让他皱起了眉头 在出手之前 他怎么都不会想到 价格居然会被抬到了 2500万的数字上面 而厂力的众人 听到庄瑞的话后 也终于想起来了 庄瑞不但是为古董鉴定专家 同样 有着实力雄厚的产业 仅那一家私人博物馆 价值就在数十亿以上了 山目在听到身边的人 议论起庄瑞的身家之后 开始有些迟疑了 毕竟 他本人也没有完全断定 这两件瓷器 一定为此周观摇刺激 所以这会儿 有点想打退堂鼓了 野和似乎看出了山目的疑虑 马上小声说道 山目军 拜托了 野和只差没有站起身来 对着山目去攻了 野和虽然个人资产不多 但是在日本陶瓷界 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如果能得到他的支持 再宣扬一下 新到手的此周观摇刺激 对于山目诸事会社的好处 是不言而喻的 在心中衡量了半天之后 山目站起身来 大声说道 我出四千万人民币 因为刚才庄瑞的加价幅度 是一千万 所以山目直接加了一千五百万 他只是想从心理上压倒庄瑞 会场内又一次变得寂静了起来 除了一些人因为激动而发出的喘息声之外 更多的人都屏住了呼吸 他们没想到 一个小小的古玩黑市 让他们见识到了 如此惊心动魄的拍卖过程 在山目叫出了最新的价格之后 庄瑞脸上呈现出了犹豫不决的神色 似乎想再出价 却又拿不定主意 世人都能看出来 庄老师很为难了 老爹 算了 如果不能被正式为磁州官邀瓷器 买回去 那绝对亏了 金胖子见到庄瑞又想起身 连忙拉了他一把 就算这件瓷器 真是磁州瑶出现的第一件官邀作品 那知不知四千万人民币 还是两说的事情呢 这 金胖子这一拉 却像是给庄瑞了个台阶下 不过庄瑞还是站起身来 说道 这件工企 说白了就是叫做马桶 既然日本朋友喜欢 那咱们作为礼仪之吧 没道理去抢呢 山目先生 这件瓷器 这件瓷器 贵您了 庄瑞的话说得很牵强 颇有点吃不到葡萄 说葡萄酸的味道 不过也没人去责怪庄瑞 毕竟 刚才只有他一个人在和小日本竞家 而且抬到了四千万的天价 这足以让人尊敬了 可好事都被你占了 我就唠了一身的骂名 李老板在听到庄瑞的话后 心里那叫一憋屈呀 四千万又不是属于他的 嗨白白被人误会 他在心里衡量了半天才发觉 这生意做得太亏本了 心里不爽 但是排卖还要进行下去 李大利将手中的排卖锤 重重的在桌子上敲击了一下 说道 这件疑似送长瓷周观摇的恭喜词 就属于山墨先生所有了 恭喜山墨先生 希望在不久之后 您能用更加详实的证据 来证明这件瓷器的价值 谢谢 山墨很有礼貌的 对着李大利鞠了一躬 对于日本人来说 他们看中的是这些东西的年代和背景 至于物件本身是什么 他们并不是很在乎 如果不信的话 您可以打听一下 随便拉住个日本人 问问他愿不愿意 用日本天皇的夜壶当茶具 保证个个都会点头的 山墨先生 请您再检查一下这件瓷器 然后我们进行转账 再进行下一件瓷器的拍卖 如果这是在正规拍卖场 肯定是拍卖进行后才会进行交易的 不过黑市的规矩 自然是主人来定的 山墨也想早点拿到瓷器 所以并没有提出什么意义 拉着野和一起 又对瓷器鉴定了一番之后 和李大利进行了现场转账 抱着那个装在塑料泡沫盒子里的瓷器 山墨的脸上露出难以抑制的兴奋来 山墨诸事会社的总资产 达到了五亿美金之多 以他们家族的实力 四千万人民币并不算什么 而且等回到日本之后所引起的轰动 足以将这些钱弥补回来了 山墨君 我希望这连件瓷器都能出现在日本 野和也是很高兴 他心里正在策划着 等这两件瓷器回到日本之后 他马上就宣布 在日本某地 发现了在公元一千年前时期 日本已经烧制出了 比中国更加精美的瓷器 反正这个拍卖又不是公开进行的 即使这些中国人出来叫嚣 那也是没凭没据的 野和知道 黑市拍卖是严谨录像的 野和会长放心吧 山墨重重的点了点头 对周围敌视的眼光视而不见 他十分了解两国之间的恩怨 所以并没有指望 在这里能受到什么尊敬和礼遇 哼 愚蠢的人们 到时候你们就知道将会失去什么了 野和看着身后那些中国的藏家 心里有种难以言喻的满足感 作为一个没有自己历史和文化的民族 野和那强烈的民族自尊心 曾经受到过很大的打击 所以他则会罔顾一个学者的良知 不顾一切的来推动这个事件的进行 下面要进行拍卖的这件 白地黑花鱼凤纹四季瓶 是典型的磁周瑶工艺 不过这件四季瓶的做工 要更加的细致和精美 也符合官瑶用品的特点 从艺术价值和体积上来看 这件四季瓶都远胜刚才的那件工戏 所以他的转让底价为两百万人民币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出嫁了 李大利也算是一个比较谨慎的人 自始至终都咬着转让两个字 上一间刺激的成交价 让他这位见识过不少大场面的黑市老板 也是感觉到有点心惊肉跳 一个赝品瓷器居然能排出四千万的价格 这让李老板开始怀疑 自己准备转做正道的决定是否正确了 两千万人民币 这瓷器我要了 李大利化身刚落 钟瑞就站起身来 摆出一副势在必得的价子 反正两间瓷器的成本早就赚回来了 撒开膀子陪小日本玩就好了